所以哲学家说 我们身体 长得太快 我们成长得太快 智慧开得太慢 我们这个色身 成长得很快 可是智慧开得太慢 因为没有碰到佛法 所以你看那个人 一个人胖嘟嘟的 是不是 身高 很高 然后体重100公斤 就是怎么样 可是IC版坏掉了 IC版就脑部坏掉了 没智慧 那只剩下体重而已 剩下体重而已 没什么作用 所以因此我们超越 所以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 就是佛法 修定是为了修道 为了法身 不是为了肉身 不是为了治病 健身 强身 长寿 休闲 充电 也不是为了 也不是为了炼器 也不是为了炼器功 土纳 绝受 精气神 也不是要搞器脉 明点 等世俗 或者是外道 贪着 身上 这个都不是佛法 所以修定是为了修道 是为了法身 所以法身就是 无相的波罗智慧 无相的波罗智慧 波罗智慧 从哪里产生呢 从如如不动的心性产生 好 所以不是为了肉身 也不是为了治病 但是如果你有好的心态 你这个身体自然健康 自然能治病 把心放得下来 自然能长寿 当然 这个还要牵涉到夜报的问题 好 各位看三十页 修定 是佛法的师修 总体修 凡圣之所犹判 凡夫跟圣的之差别 叫做犹判 那么超凡路圣之气急 是修道 正道的根本与究竟之体现 换句话说 你的心如果如如不动 完全不受外境的影响 那么就是佛所讲的 若能转悟 疾痛如来 悟就是像 这些眼睛 眼而鼻之身的像 对你的心 完全失去作用 就是你一定都不贪 你说显现的 急一切静 能离一切静 若能转悟 疾痛如来 若能转 这个旋转的转悟 就是像 就是你不会死在像里面 疾痛如来 你就是佛 也就是你眼睛所现的一切 十一诸行 这些 亲戚朋友 兄弟姊妹 不管他怎么样子的武力 或者顺境逆境 有钱没钱 你都是这样子的超越 对不起烦恼 就是佛 但是这个可不简单 若能转悟 疾痛如来 可是我们这个悟 就是转不了 我们就认为 那个悟是实在的 我们认为有一种东西 在困扰着我们 因为我们是业力之身 就是我们有种种的病 会困扰着我们 我们有种种的欲望 会困扰着我们 我们有种种的家庭 会困扰着我们 我们有种种的道德 舆论会困扰着我们 是不是 这个世间就很难 哪里说对还是不对 所以要活得像佛陀 这么样子的超越 没有 人碌碌不动 超越一切 现象界 不受干扰 完全处于极灭 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对境极然 常不离佛 谁先见佛呢 对境 对一切境界 极就是极灭 极然 常不离佛 心碌碌不动的人 就是见佛 心入于极灭 不生不灭的涅槃 这个就是佛 唯有修定 才能把握修行的真实目标 修行才有目的 有方法 一切所修 才有实现的可能 若不修定 谈什么界定会呢 定不是光用谈的就有 不是光用谈的就有 若不修定 就是三学就缺一了 若不修定 谈什么禅呢 变成有禅而无定啊 若不修定 谈什么本尊三昧呢 即但有本尊而无三昧啊 诸佛菩萨如是修 我亦如是修 三圣贤圣如是修 我亦如是修 此时必修 必做而非显修 那么我们 读大学的时候 有必修课 有显修课 必修 那就是没得显摄了 显修是还可以啊 自己显必修是一定要修的 三昧就是必做的 必修的 而不是显修 显修是可做可不做 因此呢 需要立而行之啊 勉强而行之 什么叫做立而行之呢 就是有敏锐的智慧 坚持往好的 坚持往好的叫做立而行之 这个立并不是指利益的立 叫好的 意思就是 你凡事要往好的一方面 才能够转动法轮 意思就是 什么事情碰到 要往好的一个角度去考量 往正面的 往清静的 往善的 去想 同样一件事情 对大物的人来讲 是莫大的助言 但是对 不懂佛法的人 却是一种致命的逆境 致命的逆境 所以众生一到逆境 爬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立而行之 就是坚持往好的 勉强而行之 所以一开始会勉强 久而久之 他就很自然 比如说 我们赞叹人家的德性 优点羞耻 我们学习赞叹 对不对 一刚开始 很不自在 我觉得赞叹别人很虚伪 不不不 恰到好处的赞叹 恰到好处的赞叹 不要赞叹到对方受不了 有的人会赞叹你 赞叹到你会起鸡皮疙瘩 这样不好 赞叹变成一种负担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实实在在的 有那种东西 我们受人赞叹 很好 前几天 马来西亚的信徒来 我来参 他特别来感谢师父 说我们有一个老人家 已经快断气了 他已经躺了很久 一个多月了 爬不起来 兽衣都穿好了 棺材也买来了 后来才想到说 要不然跟他放 慧力法师那种皱轮 加持过的皱轮试试看 他就把那个皱轮 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经过几个小时以后 又活起来了 哇 这个皱轮威力这么大 所以他们 很向往台湾 高雄文殊讲堂 来参访 那么我们是以礼代之 哪一个人要来参访 我们都欢迎 他说我们这里 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皱轮 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们都根据经典的 师父给你们身上 带的这个皱轮 是根据《大藏经》的 不是我自己创造的 是不是 不过我们加持的时间长 相当长 你们身上带的这个皱轮 里面的金光明沙 加持了几十万遍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威力 就是这样 大家对师父的 特别的有信心 特别的赞叹 重新赞叹 有那个师父 应该就救了 救了一个人 是不是 我们就接受这个赞叹 是不是 如果有人讲 师父 你像佛了 你已经是佛了 我们这个 承受不了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我们还是不敢 我们哪有佛那种 威德力 慈悲力 智慧力 定力 三魅力 我们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出家人 做我们该做的工作 度我们该度的众生 毕竟是福地值 尽一点心力 虽度无量无边众生 也食物众生可度 其实一切为众生 但是事实是为自己 对不对 为什么 功德人家抢不走 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实力 就是要做 佛法 他就是要做 慈悲是行动 不是口号 就是要救 救众生 但是不走 救众生之相 所以力而行之 勉强而行之 即使不能很快成就 也要如实如法去做 不能连做都不做 连发心都不发心 譬如持戒 即使不能做到完全清静 还是必须持 修订也是如是 即使尚未能亲政诸禅三昧 也要发心努力去修 如是久久行之 诸位啊 这个久久行之 就是关键 意思是说 你不能一股热忱 三分钟的热度 这个绝对不行 所以开这个嫩年经 你今天你再忙 你就是要来这里坐着 这个就是久久行之 下冰暴 下大雪 台湾高雄当然没有下雪了 下大雨了 你还是要到 还是要到 这个才是功夫了 只来听一堂课 两堂课 那么也不错了 结一个善缘 是不是啊 面随心转了 你的内心里面听任言经 你的内心里面自己会转动了 越来越慈悲 越习舌了 自己会转动了 你的面向子越来就越庄严 越来就越庄严 面随心转了 知道吧 至少能令心谁啊 沉淀 狂心修歇 作为修行的目的 就是这四个字 狂心修歇 用一句你现在听得懂的名词 叫做 莫名其妙的执着 没有必要 莫名其妙的分别 也没有必要 情境自信本来就存在 解脱 以放下 以解脱 解脱跟束缚 都在同一念之间 转式成智 就是通达 智的分别心 执着心不存在 放下 智就是性 智性 性是周边法界 就是这个道理 狂心修心 就是分别意识停了 执着的意识停止了 但是 执着意识停止 起什么 起大用妙观察 分别心停止了 起什么 起平等心性 以一切行之作 都是平等 心得 成名 以智慧等 无量功德相应 所修意的成就 何为莫法 这一段 讲得特别的好 我在这一段 就讲的了 以前我不敢讲的了 这执观法师的通通讲 我特别的赞叹 他老人家 慈悲啊 把这个莫法的现象 有 莫法 即是在法上 这个也 可不做 那个也可不做 结果是 没有什么正法 是必须做 必须修的 红法立生 不用了 奖金收法 也不用了 所以我们 大家喜欢搞法会 搞法会 有收入了 红法立生 哪有什么收入了 奖金收法 没有什么收入了 所以向师傅 做的工作 没人要做了 该关系的